为什么土里铲能够毅力康庸两朝而不倒 不妨参考他的职场之道 每每遇到危机时刻 土里铲总能做到小心把握 如果说老巫是拥有上帝视角的存在 那么土里铲的智慧也同样让人意外 虽然他的戏份不多 但每次出场却令人印象深刻 热和围猎时 康熙晚上失眠出来散步 没想到竟然撞见太子和妃子偷换 大内侍卫其实早就知道此事 土里铲一进路园就借着尿顿闪了 而待在原地的德棱泰就没那么幸运 结结实实挨了康熙一巴掌 这件事德棱泰显然是搞不定的 于是赶紧把土里铲拽了回来 土里铲眼看躲不掉了 只得硬着头皮上前 把放风的合柱抓过来交给康熙盘问 合柱眼见即将暴露 立刻高声给太子打信号 情急之下 康熙命土里铲让他闭嘴 但土里铲却失手结果了合柱 土里铲真的是失手吗 其实他是故意的 土里铲明白这件事包括康熙在内 都已经看破是怎么回事了 但只要不说破 就有余地就有退路 一旦说破呢 就是血淋淋的真相 试想如果合柱当众 说出妃子的名字 你让康熙的颜面往哪放 恐怕在场的所有人都要遭殃 土里铲精明地举措 保住了皇家的颜面 所以康熙丝毫没有责怪的 皇上 这件事倘若交给德楞太 不知又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康熙继续上前 这时屋里传出了郑春华的歌声 以前看郑春华唱歌这段 以为他是在唱给太子听 后来才懂得他这是故意唱给康熙的 因为当合柱被抓大喊皇上的时候 屋里的灯一瞬间就熄灭了 也就是说太子和郑已经知道皇上来了 这种情况下郑春华给太子唱歌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真正的情景应该是康熙一步步走上台阶 想要进屋看看究竟是谁和太子在一起 如果真的让皇上进来看到这一幕 难免要发生极端情绪下的冲突 郑春华这个时候再次亮灯并唱歌 就是告诉康熙是他在里面 以此劝退康熙 阻止真相被彻底撕开 更重要的是给太子和康熙都留下缓冲的余地 至于后续怎么处理此事 给康熙留下思考的时间 果然康熙在听到是郑春华之后 就没有再往前走 在结合康熙散步前的情景 李德权拿来牌子放到康熙面前 本来李德权的情绪一切很正常 可当康熙抽到第三个牌子 正准备翻过来的时候 李德权瞬间表现得极为激动 力劝皇上保重龙体 焦躁的康熙瞬间打翻了盘子 从接下来撞见太子的剧情不难复盘住 那个没有翻过来的牌子 很有可能就是郑春华 土李琛的尸首 郑春华唱歌 以及李德权的故意激怒 为的就是把康熙的脸面守住 这一段剧情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 拍的却是极其巧妙和含蓄 没有狗血的场景 也没有激烈的交锋 甚至连台词都没有几句 却用几个小细节完美展现了各方的心理博弈 一举新太子是 老八的票数最多 却遭到了康熙的一票否决 散会后老十四为了替老八出头 在大殿前和康熙发生了争吵 之后康熙愤怒地拔剑要砍老十四 这段很经典的场面相信大家都还有印象 但是很少有人能注意到 在双方争吵逐渐激烈的时候 侍卫土里琛悄悄地进行了一个后撤步 很显然他不是在模仿哈登的投篮 这是最开始土里琛的站位 他和张五哥并排 也是离皇上最近的带刀侍卫 此时还是皇上单方面训斥儿子 然后老十四开始顶撞老爹 继而矛盾升级 这时就出现了那个两秒的后撤步 最后矛盾激化康熙把刀 此时土里琛已经消失了 只剩下张五哥呆呆地站在原地 这是在拦刀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土里琛已经躲到张婷玉身后去了 从结果上看康熙拔的是张五哥的刀 如果土里琛没有后退 那拔的又会是谁的呢 所以土里琛这样的走位明显带有目的 如果真的发生了伤亡 那张五哥的刀无一害 康熙背上了世子的罪名 作为现场仅有的几名带武器的侍卫 土里琛在察觉到矛盾升级的时候 第一时间远离了风暴中心 如果张五哥也有这样的觉悟 那康熙一转身就是无刀可拔 也不至于把场面搞得那么危急 这就是土里琛身为贴身侍卫顶级的预判能力 在康熙身边 土里琛正是凭借过人的机智和能力 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 雍正时期土里琛的外出半差能力 更是让自己的地位再次得到稳固 雍正继位后为了追缴各地的亏空 任用了龙科多推荐的诺敏 没想到诺敏上任山西巡抚后仅用半年的时间 就追回了十几年的亏空 雍正龙岩大跃当众颁发了诺敏天下第一巡抚的便额 然而不久后田文镜上奏折怀疑诺敏造假 于是雍正派土里琛前去彻查此事 自知事情即将败露 此时有龙科多为靠山的诺敏选择了富于顽抗 然而土里琛却凭借强大的控场能力稳住了大局 诺大人 你来看看 这些人 每一个人的身上 所有伤痕就是一部书 你就好好读读看吧 哼 笑话 居然敢对朝廷的钦差使刀弄枪 年耕摇平定西北后 雍正派孙嘉诚前去西北军中 推行火号归宫 没成想桀骜不驯的年耕摇竟然杀了孙嘉诚 先是大战归来后的只知军令不知皇上 现在又公然与雍正的新政唱反调 于是十三爷派土里琛前去西北军中罢免年耕摇 鬼神夺走了你的魂魄 看来你当不得一个大字 拙记改授杭州将军 浑厚的语气响彻大赢 这样的皇威直接压过了年耕摇一头 换作他人来宣读这份圣旨 不知道会不会有同样的气势 你叫我明天就走 哎 你错了 不是我叫你明天走 是上瑜 雍正晚年以老八为首的团伙 对内拉拢了九门提督龙科多 对外联合了关外的铁帽子王 进而发动了一场针对雍正的夺权行动 尽管有十三爷在最后关头力挽狂澜 帮雍正化解了凶险 但雍正心里的情绪依旧难以平息 这里面不仅有他对老八阴谋窜逆的极度不满 同时对于两个儿子红十和红昼 也是极为的失望与气氛 因为在此之前雍正安排这二人 以劳军的名义去了趟 封台大营 结果兵权就稀里糊涂让其主带来的参将共管了 这必然令雍正百思不得其解 红十和红昼是真的因为智商有限 被老八忽悠瘸了 还是另有索图参与了老八的整个计划 眼下派他们去查查老八的家就是最好的试探 不同于红十的街址即行 红昼竟然来了出活出丧 并一出门就有血光之灾为说死 拒绝了一同办差 而红十为了不让自己和老八的阴谋暴露 竟然擅自做主把老八的家人发配到边境 甚至和老八独处一事密谈了许多事 而这一切都被雍正的贴身侍卫土里琛看在了眼里 入夜土里琛来找雍正汇报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土里琛并没有把红十的猫腻上报给雍正 反而向雍正反映了龙科多在大牢里的情形 雍正当即表示要前去看看 来到大牢 屋内的狱卒打着麻将高喊着抄家胡 雍正马上警惕地询问到什么是抄家胡 土里琛抬手刚要解释 可当他看到雍正糟糕的面部表情后 立马回头甩给了看门的狱卒 问你呢 回话 狱卒马上回复抄家胡就是通杀 这是在嘲笑朝廷抄家抄得干干净净 听到这个回答 雍正显然清楚这是在讽刺自己 于是吩咐土里琛完事后 把这一干人等抓去刑部 试想如果刚才土里琛回答了这个问题 雍正又该如何看他呢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 雍正终于看到了龙科多 此时的小多子早已没了 霸王义正时的意气风发英俊潇洒 取而代之的是一头不修蝙蝠的披肩法 正如龙科多自己所说 晚上有人拿沙袋压在自己身上 再有一两个晚上就一命呜呼了 而且是无伤可厌 完全可以说是杀人于无形 听到这里雍正心头一惊 也为龙科多虽然参与了老八谋逆 但他毕竟有雍力之功 雍正对他的旨意也并非是处死 眼下老八已被拿下 那么还有谁想要灭口龙科多呢 最终龙科多颤颤巍巍的说出了红石的名字 见识了红石的鬼欲伎俩 此时的雍正万分紧张 立马安排涂里琛去江南保护红历 果然红石也派出了杀手前去江南 想要进行殊死一搏 当然了他这一搏不会再有结果 但雍正处理完红石后 红历进来询问自己的三哥呢 雍正直接来了剧 你不要问了 而红历这时和涂里琛二人 有一个明显的眼神交流 仅仅一个镜头一言 就暗示了涂里琛恐怕在很早前就倒向了红历 雍正日渐衰老的身体 涂里琛是知道的 作为一个智商和心机都高度在线的侍卫 涂里琛自然要考虑自己将来的路位 雍正中意红历朝野皆知 自己要想得到红历的垂青 那就必须要把对红历的潜在危险 消散于无形 查朝八野府 涂里琛基本确定红石参与了老八的谋逆 可是红石毕竟是雍正的亲儿子 如果如实陈述查朝老八府时红石的种种不归 雍正必然认定红石参与了篡权夺位 那么他涂里琛无疑让雍正背上了沙子的骂名 所以才有了那晚引雍正去大牢 就是要假借龙科多之口 向雍正揭露红石的阴谋 处理完整件事后 对年迈的雍正而言 涂里琛就朝廷于危难 对储君红历来说 涂里琛则有雍历之功 当回头再去看涂里琛的职业生涯 从九子夺敌到八王一正 不管是搭档康熙还是雍正 通关的难度在肉眼可见的增加 然而涂里琛总能走出一副成竹在凶的步伐 他虽然没有同国为两边压住的实力 也不及巫私道大数据工程师般的分析 却可以通过帝王的只言片语 抢先为自己的前途布局 这般机制放到现在依然不算过失 奴才这就去杀了小国兴 谁让你杀小国兴 呃 呃